面板账户重新挂牌 红牌电动车 事业大小通吃 2025年都会发酵吗? 那可不一定 这里是今天来点Disco 一同掌握股市讯号 我是股市生意梦法师婉伦 让我们赶快来欢迎 股票会说话的杨天迪老师 婉伦好 大家好 我是杨天迪 节目开始前 请大家帮我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赶快来看今天的名音耿读 巴布德快往生 面板双虎友达群创 11号重新挂牌 表现很亮眼 但是提早出清的人 或是没买到的人 巴布德快往生 老师怎么看呢? 不用紧张 目前来看的话 面板的报价的部分 好像10月份开始落地 它开始有一些反弹 不过你要全面反弹 还没那么快 所以严格说起来 就是现在叫做最坏状况过去 大家会期待的东西 就是圣诞节 还有就是明年年初的 这个农历年 华人的农历年 这地方会有些拉货 所以面板的报价 在这两段时间来看的话 应该会有机会回稳 但记得一件事情 现在面板的报价 为什么会反弹呢? 因为很多的大厂都开始减产 那为什么减产呢? 因为报价跌破现金成本 跌破现金成本是会亏损的 所以严格说起来 就是现在只是最坏状况过去 如果要买的话 还会有拉回的机会 到时候再上车就行了 谢谢老师 这音乐听起来气势磅礴 让我想到 这叫红海电动车 大小车通吃 一起来听这首名作 欢迎回到今天来点Disco 我是婉伦 婉伦刚刚我们听到的 不是欧盟的官方萌歌吗? 没错 天底老师 刚刚我们听到的 就是备酒 部分的月段整理 就成为了文明的欢乐颂 这样磅礴的 其实是不惊 让人想到 红海电动车 本周休旅车跟电动巴士 布局是持续扩大 现在可不可以上车? 理论上 刚刚我们不是提到了 面板跟红海吗? 对 其实电动车会比较有效 我讲一个东西 我们最近本周会开始发酵的 叫美国的新金融 芯片禁令 对吧 如果你去影响的话 它会影响很多的产业 包括了金融代工 包括了细金融 包括了细制裁 甚至包含了ABF基板 但唯一没有影响到车用 所以即使现在大环境的一个情况 不是很理想 可是车用的部分来看的话 其实它受的影响没那么大 那第二个部分 红海的电动车推出来 宏家军的供应链 就值得期待了 所以今天晚安的这个礼物里面 那一档就是宏家军的 所以我把它选出来 原因就在这边 但重要关键点是要了解一件事情 现在大环境不理想 所以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非常清楚 我们要往哪个方向走 没错 对 有时候我们要稍微变通一下 是啊 就好像这个宛伦你知道吗 那个我们那时候 我们那个年代 考上大学之后 我们要做身体检查 因为准备当兵了 没错 对 当时我们要去抽签 我们最怕抽到什么 海军陆战队 或者是金马奖 我们最怕这个东西 那海陆的部分 它要求视力要很好 对 大概要1.0 那我都没有戴眼镜 所以我视力很好 我很害怕 老师是蛙人 不是蛙人 我是海陆的 我很害怕 我很害怕的情况之下 我在想 那就让我的体格不要那么好 所以如果说去检查的时候 我就说我看不清楚就好了 对很简单 结果我们就去了 去了之后 医官就小声的问我 这个是哪一个方向 好 那我就回答说 我看不清楚 医官大声的说 听力没有问题 好 然后突然有一个声音又冒出来 那旁边的包包是谁的 蓝色的包包 我说报告我的 好 视力没有问题 所以基本上就抽签 就抽到海陆 所以我是当了海军陆战队 原来老师是海军陆战队的 可是话不多说 我们时间已经来到了晚间 9点59分咯 睡前最期待老师的晚安礼物 今天的礼物是什么呢 今天为各位介绍这一档呢 基本上它是红家军的机构建厂 那基本上车用的比重已经占了45% 对 好 这一部分非常重要 那它新的成长动能大概就在低轨道卫星 占了5% 这一档个股除了是红海的电动车供应链之外 它也打进了特斯拉的供应链 提供了电池跟电池被盖等等零组件 另外一个部分呢 因为苹果的新机推出来之后 它增加了卫星紧急求救的功能 这一部分就变成卫星通讯就非常重要 所以呢相对来讲低轨道卫星的概念 就可以支撑它的未来成长性 再来美中的贸易战打得非常的激烈 所以相对来讲 那这档个股它很早就将生产重心 移到非中国地区 目前美国墨西哥这两个部分加起来 就已经达到了五到六成一个生产比重 而中国的部分已经降到25% 所以从这地方来看的话 第一个没有晶片禁令的问题 第二个美中贸易战 它已经把产能移出去了 第三个洪家军的电动车 开始准备起来的话 对它来讲是受惠的 这样各就送给各位啰 谢谢老师的分享 想收到礼物的朋友们 记得加入老师的LINE和Tagran 今天来点Disco 我是股市声音母法师婉伦 我是丁迪 我们下周再会 拜拜 大家 拜拜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 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上10点 每30分都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一个不好 就是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